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邀请到台湾自现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宜正 林执行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宜正兄你好 欢迎好 大家好朋友 大家好 那么今天邀请到宜正兄 最主要是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责人王 哲学的责 责人王 那他是李登辉对话片 责人王李登辉对话片 那么在1月15号要正式上映 那这部电影是日本人 日本的一个导演叫做原田应人 所指导的 那我先请教 因为宜正兄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了 那么你看到有什么感受 日本人用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李登辉前总统 李登辉前总统一出事就是日本人 那么这个打拼的这些日本朋友 他们想要对李登辉的心胜去看日本传统的隔壁 在李总统的心胜 怎么适変 与我们台湾 所以日本人当然有日本人的角度 但是以一个台湾人来说 我们去看这部电影 我们可以看到李登辉前总统一世人的人生过程 这也是台湾差不多一百年来的 一个很明确的历史的进展 所以对一个台湾人来说 去看这部日本人打的李登辉前总统的电影 基本上我感觉是有很大的意义 当然日本人以日本人来说 在全世界 相对日本人做总统的两位 一位在台湾 一位秘鲁 但是藤森的接政结果 好像不是太好了 比较像以台湾和日本的这种 电影关系和历史上的关系来说 出席是日本人的李登辉前总统 他在台湾最关键的时候 担任台湾的总统 盘映前总统很关键的角色 所以我想这部《历史评》是日本人要找出他们 感觉是很珍贵的传统价值 在李登辉先生的身上 他们找到这些价值 李登辉前总统 在城区上有什么日本的传统价值 第一个是很重要的传统 忠于他的土地 忠于他的国家 忠于他个人 另外就是要用实质的行动去露室 他的理念和理想 所以这种的情形 可能现在在日本社会 如果他们感觉 越来越看不见了 所以他们希望对李登辉总统的人性 他一世人去找出他们所丁销的价值 反过头让日本社会看到 这些价值是值得珍惜的 我想这部电影主要 我看起来的用意是这样的 对台湾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就是说这100年来甚至等久以来 那么李总统来说 我们对他的观察要了解 他的人性可能分了很多 我们台湾自1996年 总统民选后 现在有四位总统 我也可以请教我们所有的朋友 这四位总统你对他们都有什么影响 另外就是说 他好像减说一下 中介教 原家干 中警告 丹水平 马英九 晓英总统 这六位了 但是我说是民选 民选 所以中警告 中介教 像原家干没算 没算 所以就被李政总统 从李政总统开始 李政总统 马英九 晓英 都四位民选的总统 甚至包括说之前 不是我们感染的是没法 他做总统的 刚才他说到这三位 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比较 他替台湾留下什么 总统的任期 总统的任期 李政总统在民选里做最久 12年 包括阿兵 包括马英九 包括现在晓英到第二任 到底他们替台湾留下什么东西 可以让台湾在未来的发展 有加分的东西 那是什么 是具体的建设 还是一个精神 是什么东西 我们作为台湾人来说 我们应该看政治人物 要对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李总统 他这一世人 我想他最大的对台湾人 最大的贡献就是说 在台湾最关键的时候 让威宽、驾向民主的改变 他变成真关键的角色 我们现在想要去了解 他为什么在真关键的时候 有法把角色变成好 他的基础是什么 所以这部电影里面 有说到李政党总统 他很年轻 开始受教育 开始启蒙的时候 他去接触到 很多世界有名的剧学家 他们的一些作品 他对这个里面 他去吸收到大量的地盛 全世界的经营怎么他清楚 所以我看李总统 就是说他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 有的人 我们现在在台湾 有的人看得很新 有的人看得很贵 我是他看作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是用这个角度来看李总统 高科技 特别是半导体不能离开 所以到最后头上是核减 你如果注意看 那时候他核准 半导体到中国投资 现在就没有台积电 没有美国拜托台积电 去美国投资 这个事情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李总统会看很远 就是远见 所以我说李总统跟其他人 有什么不同 刚才我认为你说的 刚才我也说到他替台湾流什么东西 所以你现在说到的 我们现在在经济发电上头 一个很核心的 我们的祖审 高科技里面的半导体 包括台积电 这个三业上 有得继续让台湾往前走 这都是因为他当初的远见 他也做出民革的一个角色 所以有得到老家的 人贵的资产 给我们现在的人 你怎么看他跟他变得变 人贵人有点不太好变 李总统来说 我先说我对李总统的看法 老实说我从小时就 参加冬月和民进党 你几岁 我一旧六孔年 今年六十岁 加冬月就起来台北 你加冬月就起来台北 我加冬月就起来台北 我知道你最胜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 跟李总统没有直接的这种接触 但是我了解很多 你像说他要怎么让台湾 对威权、共享民主 我说几点 他旧一年旧二年 这些老国台 老陆委 在那时他用尽办法 让他们退 人家和国会专民改参 这个过程大家会想说 李总统是怎么做的 所以这部电影里有说到 李总统在他指望的时候 有一个贴学对他的影响很大 我说医服哲学 我说得好听 我说医赏哲学 这个漏漏长 但是一个说法就是说 人有可能穿不一样的衣服 人看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他的本质是同一个人 所以李总统来说 他在什么改参 要扮演什么种的角色 他都想得很好 我这个改参 我要做什么事情 要怎么完成 我要让人感觉 我是什么种人 他这些都在不一样改参 有不一样让人的这种看法 但是他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觉得很趣的地方 所以你像说 要让传统的国民党 有这样的社力 可以化解 可以让民意直接 来选我们的国会议员 来选我们的总统 这个规定不是很简单 所以可能有的人 觉得他很看不到 但是我看的是说 他为了要达到 那个上官的目标 在这个规定里面 他可以用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优劳方式 去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刚才宋玲你问说 李总统跟李总统有什么不一样 李总统跟李总统有什么不一样 李总统我又比较熟 因为在美国民党当时 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有power的人 他两个要比较 可能是李总统因为他对一个 所有的目标的建设度是很高的 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达到 比较总统他也是有时候要去打拼一些目标 但是他的受到 规划环境的影响 这个程度比李总统更高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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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统的时候他也是民对中国很大的压力 九六年会这个会团打两个 他说得出国各国的关系 这个东西对整个中国的刺激 对国座的政治的影响非同小可 但是李总统撑下来了 同样 你是抗押性 理政委比阿兵更高 阿兵当然也有抗押性 但是我们是依他们进来推动一个重大政策来看 就结果来看 李总统可能这部分比阿兵更高 我们现在好问的是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宜正 宜正兄1960年你加疑人 你为什么开始加一个民进党和董华作为 我在家中讨厌的时候 包括我的董华刘伊德这些人 我那时候对现中 政治的现中 社会的现中 我都觉得奇怪 应该是这样 尤其是特加党的时候 老师要求说要加一个国民党 我记得我那班有四个 我们是抓手说我没有加一个 都去用浴宅 还要解释你为什么要加一个国民党 我们当然有一个公法 所以从那个开始 我就觉得奇怪 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 我没有自由选择的这种机会吗 刚才开始 刚才赶到台湾那段民主发展的历史 技研上 刚才有那个技研来参加 所以这段历史也是等于差不多四十档的时间 郭民党没有给你沾过吗 没有啊 怎么没有 在特政代的时候 经纵约谈 约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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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从这些地下下开始 就这样一步一步 也很悠性 可以到很多我们的前辈 做走过这段台湾民主发展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 是觉得这段人生是很够大的 你正在设什么 我设计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 你如果是起床公务人员 现在也高级公务人员 真的啊 我很多当务都是走这条路 你如果走国民都走这条路 我现在做独公了 我没说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怡正 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在1月15号 由日本导演原田应人所指导的电影 《责人王李登辉对话片》 就要上映 给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可以来这个好好的分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宏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怡正 那么怡正兄啊 这个因为中选会的10月份 驳回了台湾自宪基金会当署上 郑宏怡正兄所提的两项自宪的异象公投 那自宪基金会当然已经委任律师黄帝颖 去要视线 那我先告诉你 是怎样 你觉得小英没同意 这有当民问过小英 小英说他看不清楚 他说这个提案中选会做出博会的决定 总统是看不清楚 你有相信吗 我某种程度相信 你相信 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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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更重要的是说 为什么这个台湾自宪基金会国防民生士 要领先提出自宪意向公投 这是更重要 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到李政委总统 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改变 他对台湾的民主法做出很大的贡献 好 这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台湾人的国主认同 一旧旧坑年 我这都说的是民调是这种做出来的问题 一旧旧坑年 你问我们住在台湾的人 你说你是什么人 说我是台湾人的 只有百分之十三 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去年了 同样的民调都做 问你是什么人 说我是台湾人的 变作百分之八十三 所以这经过三十年的民主法的过程了 因为大家可以自由出口 所以三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国主认同 成定70% 对 好 大家认为说 现在我们台湾的民主法 是不是已经都完成了 很贴重 这当然可以用很多事情来做检视 台湾民主法之后 我们后一步 还有什么目标 需要大家作为打招 我们基金会所做的民调 我们是定期长期在做 因为我支持台湾应该努力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这个比雷上东官 我们做的有上官到91% 上级没有还有85% 都认为说 台湾要打招 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这相对的意义表示什么 就是说有85%至91%的人 因为台湾现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对不正常 我们叫台湾有什么困难吗 我想李总统他跟最后人生 他一直在打招 也就是 要让台湾做一个真正 我们可以作为国家主人的台湾 李总统虽然他一世人 他有很大的生肖 但是我看他出来说 他还有一些危险 他在日本統治的时代出世 他就是日本人 但是不管他跟国防民生育的同样 国生的減少于社会 所以他都在那个时代出世 做日本人 他切特料更好 他的生肖更好 但是在那个时代 他们都是日本的二丁国民 都是二丁国民 那么当他们有机会的时候 包括李总统 包括郭先生 他们这些人 最后都是希望说 台湾人可以同家作主 什么叫做同家作主 我们的台湾 为什么不能叫做台湾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打招 一世人打招最后的一个目标 让台湾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是 我相信台湾要有一部自己的宣传 这个是有需要的 因为因为台湾这么长 用那些大小小小 当然是没适合 那是中国时代的宣传 现在没适用在台湾 不过大家也知道 事务上有很强大的困难 很强大的困难 主要是中国人 你如果自限公投 就是法理台队 如果法理台队他就要打招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会很打 但是他跟台湾人也不同 你觉得真的自限公投 中国会打吗 中国会打不打 不是台湾做什么事情 是他要打 有那个阶段 所以在我的看法 杜菲 今天台湾跟中国打反说 我是在中国的 杜菲是这样 如果不做到这样的时候 不管我们做什么 他都没关系 所以现在台湾人 有一些主要的想法 就是说 我不要做超出那条红线的事情 就有办法维持现状 我要问这样 那条红线是什么 那条红线都不会变 那条红线会变是因为怎么变 是主观的因素 还是客观的因素 包括国际经济 包括现在你看中美台 整个关系的改变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台湾人内部 我们台湾内部 我们社会的共识 和国家 我们作为国民的决心 当然跟他说也没错 十五胸 你说这些台湾人没有过经验 台湾人有经过七遍的修现 七遍的修现 我们看这七遍的修现 已经很不容易 那个过程 包括那边的时候 那个过程都是很不容易 所以台湾人说到修现 说到这一遍都跟我说 这是天大的事 我问你 小英有同意中心这一遍吗 他没反对 他没反对 那这样中选会用什么理由 给他驳回 中选会用的理由很牵强 我说一个理由给大家听 他因为我们提案 那个文 人民不了解 我们提案的文很清楚 你是否同意要求 总统推动制定一步 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 我请教 我这样用黏的 你们有法度了解这个意思 我觉得人民有法度了解 不是中选会应该去说这个 当然 那不是他的职责 是 中选会 为什么会去付出处理公导案 我们英国有一个心理的机制 罗外大家认为说 你不能实质审查 所以不敢撤销那些基础 从中选会来就这次我们提案来说 他是做实质审查 而且中选会现在是李靖雍 李靖雍主任 李靖雍是民进党 是啊 我也正式去拜奉 所以是民进党没同意吧 民进党现在 他认为 我来说实在乎来说 他不要多一项麻烦 那么 他现在小英总统来说 他最后 他顺务的定位 他要如何维持台湾的现状 然后在经济上很发展 这是我所观察和理解 我们串门总统 他现在在任来 他希望维持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基调 我政治上不需要有很多变数 在这个现状里面 要如何继续发展 这是小英总统现在的思维 我也不能说他不对 他的这个 所以有跟你的说明 有啦 他的积极度也要维持最准以上 但是我们对一个 总统的期待是什么 你如果有法去 倡议一个新的阶段 担任社会 担任人民 去准备完成那个阶段 这个规定会参行很多plus 国家意识的减化 国民意识的减化 这是更保台湾安全最重要的武器 你又说你们有去问小英总统 小英总统没有反对 他没有反对 他没有反对我们推动最限 没有反对你们推动最限 他对最限有赞行吗 他高雷说我们可以继续推动最限运动 高雷你们继续 他到底有赞行吗 你不敢问 他说到这里 他说到这里而已 如果总统说 他赞行重新阶线 这不真是有力 他高雷我们也是一种 就是说让我们 我们当然不因为什么人的反对 就是让这个运动受到什么种的应用 我们也是会继续推动 但是你不容否认 以一个总统来说 他的应用力 当然是在这个社会上头是最大的 所以到底他对这个运动 对我们推动最限的看法和台队是怎样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所以这个运动他高雷 我相信这个运动是OK 我也理解说 他作为一个总统 他现在赌到的问题 他要把脾气放在桌 我想这个运动有一个穿运的交通 不要有五概 这个运动应该会更顺利来推动 了解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怡正 那我给大家报告 这位十五日本导演 原田应仁所指导的电影 《责任王》 《责任王》李登辉对话片 正式上映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怡正 林执行长 当属典就是郭冠明前期 郭冠现在身体怎么样 额头脚也很好 每天你想说台湾都可以更好 台湾会95了 你说要像我们这样 一九二六年 二六年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听郭冠英先生 他说他希望他现在 他的一生可以看到台湾独立 看起来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包括郭冠英先生 那这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 有他很强大的困难 不是说困难我们就不要推 那我也很感动郁正兄 一世人在拼这个 我请教你 台湾自宪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美国现在无标是态度 老实说我们这个过程也寻求 跟美方做沟通 那有他们知道 知道我们整个基金会的想法 跟要採取的这种途径 我们就是用公道 所以这个他们都很清楚 但是跟进为止 没有标是态度 美国没有标是态度 他也没有说我没有赞成 也没有说赞成 到目前都没有标是敏感的态度 所以我想这 你们是去找AIT 在我们这里最直接不是AIT 这个我们有适当的管道 直接去让他们了解基金会做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信息的一个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进一步行程的想法 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他都想说可以进一步去跟他们 这个富质 国家政策 外交政策 这些相关的人 做进一步的交通和衰退 这是高生 虽然他95年 整天他还是想说要如何去完成这些事情 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他在行政医院进来 他又说过他是 武士的台独工作者 务实的台独工作 你这个部分 我不是你推荐还是你什么暗示 我是说是不是他比较愿意做这个事 您感觉还没说过 在两年前基金会生立的时候 一月二三 这个 大青的副总统 就来参加副帽 参加副帽 我们基金会的副帽 这一年基金会的副帽 所以 未来有对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 十五的政治工作者 他有英雄力 原意做回来为台湾国家政上法 为台湾 真正做一个 真正的独立主主国家 来这个工作 来做打招 当然 罗青廷副总统是一个很理想的人 包括说他在说这个任来 原意公出 他是一个物色的台独立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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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包括做行政院长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想法 做副总统做总统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想法 这个不一而卒 看人 所以他很有 台湾上看到的政治人物来说 罗青廷副总统是一个对台独立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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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支持的10个政治工作者跟大家说一下 我想罗青廷副总统是大家可能是理所当然 包括他公开说的话 其他的包括像基进董的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都很积极在做上官的这些事情 你民政党说一下多少钱 谁跳起基进党 民政党比较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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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党现在 你像我们有过的标识的 你像这个少年背里 可能比较好找 你如果做比较久的 可能顾留比较多 顾留什么 顾留说 他说到台独这个东西 是不是会用贴标签 是不是第一 贴标签 为什么台独做的贴标签 我们不容否认 台独等级的这个发展 贴标签一些反对的人 反对的人不是像在台湾国来 包括这个外国 对所有台独都有 都把标签化 台独的英企 両方的金党 还有战争 对台湾不好 就这样 他也没说什么理由 所以要逃过逃票来实践他的政治理想的这些人 就是好的是政治家 如果他一般就政客 他会在乎这个东西 我让台独的 是不是 他要逃逃 你很难 你跟民政党 这政党这么大的党 就没人给你支持 有 但是这个部分 有 不可以说 不是说不可以说 现在没有民客 譬如说 我如果第二次要提出公道的时候 他们愿意来参加 包括联署 包括做参加团 包括国务 大家出来投票 他如果这样做 这是我们最意大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 不是说每天在台湾 我们每星期都在台湾 有办新鲜的赔利场 我们都找一两百的人来 跟他们分享 我们台湾 要怎么做政党国家 这一步 现在你用的中华民国 憲法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要有一步新的憲法 你又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 真的不错 柯文哲 他不是说他茉莉 他第一次选举的事 是我跟他做一半 我是他的参加团 但是 柯文哲和柯文哲 做到市長的柯文哲 是完全不同 有什么不同 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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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有时间 跟一个全文的时间 要说柯文哲 我可以说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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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哦 可以说柯文哲 我都都 那现在还有任务 现在没有 疫情做业 执行总監事 现在没有任务 你看英国跟帮忙的人 现在还有任务 有几个 我看差不多没有了 那是最关键的事 你没有任务 是什么事 不管你做政敌 做企业 做教育 不管你做什么 最基本的是做人 最基本的是做人 你看他的做人 我说的做人 不是要相怨 要怎么 不是 就基本人跟人 如何对待人 你看 包括我们食杀的前医院 这些朋友 帮忙 然后在 致富 做会打招 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离开的 哪有做政官 在说 他的保障 的 媳妇 我在台湾 没有聚会 就只有 英雅伯 英雅伯 是他自己说的 智商 他自己说 他没有亚斯伯格 说是他孩子 每一个说法 都有他的用意 他自己说 他没有亚斯伯格 他秦深跟我说 但是对外人 他没有否认 这个对他好 所以他犯错 不用负责 因为我有亚斯伯格 因为我直白 所以我犯的错误 都是可以原谅 可以归给亚斯伯格 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所有的讲话 都是有目的 你不要看他说 看着麦克风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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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是他计算的 也不是计算的 都是设计 设计 都有设计 他说什么话 要达到什么目的 都有经过设计 你以前做执行总干事 复权的时候 没有发现他 我和他有 一对一的生态 我说你想怎样要算 你想怎样要算 台北市政 这段待会说 他应该要整个功夫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 林怡震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执行长 林怡震 那怡震兄 他说了 2014年 他是 柯文哲参台北市政 第一任的时候 的执行总干事 他说 什么事情 我是帮忙 可以帮忙 会帮忙是因为 你怎么有生态 那时候 有人跟我说 他要算 看我可以帮忙 当然两个有生态过 我问说 你怎样要算台北市政 他的说法是 他很认真讲 他不相信 这个社会的公企 没法搭到社会公企 所以 他很认真 跟我说 他的用心 我相信 所以我帮忙 我那时候 基本上是希望 台北市的政治土壤 要把它翻一翻 那为什么台北市 变成天龙国 为什么民进党在过期 这个党的初期 在台北市 虽然很困难 但是得到很多支持 那些民党在台北市 都很漂亮 为什么老婆变成天龙国 当然 我还说 但是 要让台北市的政治改变 这是当初很多朋友 包括我 跟赵恩哲帮忙的一个董基 他说出 他是要让社会公企 可以实现 所以说好 这样就做会来拼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但是 我看到这八 中间 第二季 对 到底 有人会问我 你有效会 那时候帮忙 我如果进前 我都会说 我都没有效会 因为那些局改变 局改变 但是 如果进去问我 可能有效会有一些动摇 这个就看 柯文哲到底 对 为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我刚才说到的 包括 你看几位 民选总统 我都看他最好 替台湾留什么 下来 好的 不好的 是什么 柯文哲跟进 替台北市民 留什么 甚至 替台湾社会 留什么 下来 是好的 不好的 大家都可以做会来检视 对 包括 如果他的议员一行 那么大来的影响 这都可以一一检视 总归 如果现在 要叫我打分手 没急割 没急割的一个市长 没急割是几分 没急割 没急割 如果59分也差一点点 差很多 差很多 因为 人家有正面负面 不管做一个市长 做一个医生 做一个人 他 待人处事 就我 近身观察到 我观察到 很多 和他共修的人 最好都不翻而散 不翻而散 不是这些人 犯什么错误 是这些人 没要听他的话 所以 这些人 都因为 他要用的人 就是百分之百 要叫他的益子 一名益子的人 另外就是说 他常常变来变去 所以 我们看李总统 看阿姨 看这些人 基本上 他们都有一个 基本借责 在那里是不变的 但是 我请问大家 你有看出柯文哲 有什么基本借责 是让你觉得很坚定 不改变的东西 我现在是看不见 看不见 他只想说 这个市长做了 是不是孙总统 就这样而已 你市长做了 你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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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我看他差不多 差不多 18分 18分 哈哈哈哈 你有含蔡碧如相处过吗 第一 第一 选他的过程没有 选后没有 选后没有 做的 因为 共同的朋友 做的 做的 吃饭 说一些话 是 有什么观察 有什么观察 我常常跟柯文哲旁边的人说 你千万不要去批评蔡碧如 你批评蔡碧如 就是批评柯文哲 意思也分身 分身 你像蔡碧如有什么意志和柯文哲不同 不是 好 你像以前 你像蔡碧如在柯文哲的团队 有中心说 尤其是甘心 尤其是甘心 那是甘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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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粉菌 同样的意思 同样的意思 你说蔡碧如对 不好 意思是说我柯文哲是粉菌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希望 再等柯文哲的团队 继续的时候 你们不要去批评蔡碧如 怎样 了解 这就是这一位 他们的团队 就批评蔡碧如而已 那就是什么 中国说要处分 顽固的台独分子 你算是吗 我没看到正式的名字 但是我那时候 我从以前 不要说中国 我从旧坑年代 1999坑年 我又没得到香港了 那时候他没收到的 1997就收到 我没得到 拿到香港的情景 1999坑年就没得到 就没得到 我们讲的 人家都有记录 那时候就台独带 都记录 所以大家不要怀疑 中国对台湾的情形 是非常清楚 所以从以前的节目 怎么说 他们都很清楚 是 我们也觉得 让他们来做 所有的 顽固台独分子 是我们的公盈 我们替我们台湾 这个土地 进 我们所有的开篮 我们来打招 我们的希望很卑微 我们只希望台湾 做一个正常国家 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做我们国家的主人 全世界不是都这样 当然台湾比较 要是否我们就 极拼到中国 我们也没有办法 帮到美国极拼 所以我们 刚刚大家 红瑶有问到 至限这个 会不会给中国一个口识 对台湾有施加 现在进一步的危险 我的看法是 他不敢 他参加 他参加 参加 参加 参加的 年代的欢迎 很大 日本 美国 因为台湾 要让中国收益 台湾 要变成中国的 利害 时 日本的生命山 也最弄 美国 在阿台的 战力利益 也最熟 所以日本人 美国人 怎样的重视 台湾在现在 这个角色 不是说 他们跟我们的感情好 是他们的利益 在这里 所以 台湾人的清楚 这点的时候 应该更有自信 我们的国民 如果有很大的共识 和关心的时候 全世界的国家 更有信心 跟我们聚会 是 好 今天难得邀请到的是 台湾自宪基金会的 执行长林宜正 宜正恩 谢谢你 再给大家报告 今天月十五开戏 日本导演 袁田 袁田应人 所指导的电影 《责任王》 李登辉 对话片 正式上映 好 谢谢宜正恩 谢谢宜正恩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